大家介紹一下資料過程,製造過程裡面就跟機械很相關 我們看看怎麼做一個晶圓形的太陽性來看的話 第一個當然從細砂開始,細砂裡面當然有很多碳、雜物的雜物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你要把精煉變成一個比較高等級的細砂 這個等級的細砂,我來給大家航誌到96還是98,讓它的細的含量,碳的含量已經變少了 然後細的含量都可以到96、98 這就是你買進來的,一般我們精煉廠買進來的那個細的原料就大概一塊一塊 那一塊一塊之後的話,基本上就有一個很大的爐子 你如果去看的話就是一個,當然不同的掌精方法不一樣,就是一個爐子就對了 那爐子裡面就有高溫,就有很多加熱片,把這些細塊把它溶解變成溶湯 溶湯之後你就用各種方法,讓它變成一個精煉 當然是傳統的鑄造法做出來的,不能做出單精,單精的話用其他方法做 但是就是這樣子,你把它溶解之後,然後把它變成一個精柱 你說這個東西裡面有熱、有硫、有硫、還有什麼樣子 還有裡面如果假設我們要把它變成P型半導體或N型半導體,裡面還有Doping一些盆跟磷 當然這個東西已經被研究很久,而且很複雜 但是基本上裡面的話,其實機械系整個過程,你看製造的過程就是機械的嘛 機械鑄造,如果是比如說像多精細,就是機械鑄造 然後裡面你怎麼去維持它的溫度跟它的介面的好換 那就是熱流的人要計算嘛,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很多做晶圓運算的老師都是熱流組的老師 但是我們都不會上檯面,因為那東西太難了,沒有看得懂,而且做錯的東西也不一定對 你知道嗎,那個東西太複雜了,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晶圓,就是我們一般掌晶公司裡面的前半段 我們講說多精跟單精跟多精要怎麼拉 有很多種拉法,我講的是比較常用的 如果單精叫做財式掌晶法,財式掌晶法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大概是蠻高的,一個人大概是跟他長的這個地方這樣子,這個我有去看過 然後它的爐子大概就是,你就看幾吋了嘛,你長幾吋晶圓就長幾吋晶圓嘛 有些人長八吋的,那個爐子就是會有精種這樣子 它有一個爐子,這個是一個乾鍋 你把所有的東西,剛才那個蓄晶塊放在裡面,然後這邊有加熱片,就把它加熱變成濃湯 那濃湯這個時候你放個精種下去,就是讓它長筋的時候,希望它往同一個方向 然後你就慢慢拉,這時候外面就噴一些雅氣讓它冷卻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轉,然後你就把精種慢慢拉,上面就冷卻了 冷卻之後就變成固體,所以你拉出來上面就是固體 這個時候拉出來這一條就是我的晶圓 你看看你要拉幾吋的,4吋、8吋、12吋都是這樣,大概是這樣拉出來的 拉一條大概也要十幾個小時吧,我記得那個就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工廠裡面一大電源穿的無塵衣 然後就在那邊看這個東西,然後十幾台那個爐子在那邊一直拉,拉出來 你說這個是什麼產業? 機械產業嘛,這不是嗎? 這全部裡面不是都是熱跟硫,然後都是機械在做嗎? 拉出來就是一根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很重要是什麼樣子? 裡面的那個什麼?故意介面很重要 因為故意介面會影響到它的什麼樣子?它的精的排列方式跟還有一些插牌 就是那些東西是比較材料系的在研究的 反正對我們基械系來講的話,我們就要對故意介面這個影響 我們就要好好的去控制它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一些模擬,這就是我們就整個做熱流場的模擬 你看看這個故意介面你要怎麼去控制它 下面是融湯,融湯會越來越少,這個拉的精種會越來越高 這個就可以做一個模擬出來,看看你要拉多高 然後它的溫度分布是怎麼樣子,然後這個故意介面怎麼樣 那裡面還有雜質,比如說這個乾鍋常常會有什麼? 會有氧溪出,因為高溫會有氧溪出 所以說你要靠裡面的一些熱流場把氧弄到邊邊去,讓氧盡量不要在中間 所以說你裡面的那種自然對流的效應你也要去了解它 它是用的蛋煎比較貴,而且拉比較久 這樣一個爐子就有幾千萬,一些廠可能只要幾十個爐子 從上面看,這一鍋就是乾鍋,裡面都是細溶湯,1000多度 然後這個氧弄,拉上來,下面轉慢慢拉,拉出來一根出來,就長這樣子 這一根的話就幾十萬 當然那個半導體的拉法是這樣拉,只是半導體它們用的細的原料又要更純 做太陽能的光電板,就是原來細砂的原料細塊的純度不需要像半導體那麼高等級 這就是多晶系的,多晶系長出來的大爐子 它也是一樣,多晶系就跟我們做鑄造一樣 剛才看到那個大容器裡面就包成這樣 然後這裡面也是一個鋼鍋,鋼鍋剛開始有些加熱片,這邊有個冷卻器 它不一樣的地方是怎麼樣,原來全部都把它融化,然後把這個打開,讓下面冷卻 冷卻力越開越高的話,冷卻的地方就越來越大,所以它就往上漲 所以這個時候下面就變成固體,下面還是液體 剛才看到那個不一樣,如果我們看一下那個動畫,它是長這樣子 這就是鋼鍋裡面,然後打開之後下面就開始,這邊就變成固化了 因為這邊有氣體進來,氣體進來,這邊溫度比較低 然後這邊有冷卻氣,溫度比較低 所以就越來,所以就會看到下面的就是,下面就變成什麼樣 下面就變成Crystal這樣子,然後就一直長高 這個長起來就是長這樣子 一般來講,這個東西大部分都是做方定的 所以它們都會什麼樣,旁邊不好的就把它切掉這樣子 就不像是拉筋的出來是幾寸的,這個做出來就是一個方定 就跟傳統的鑄造很像 就是等級比較低的,是做多精細的這樣子 當然這個裡面的話,我們講說裡面的那個溫度長也是很重要,還有濃度長 如果裡面一般來講說像這個東西你要做PM半導體的時候 你本來這裡面,比如說一般太陽能都是用P型為主 然後後來再把它N型用擴設的方式把它鑄進去 所以裡面的話就會加一些什麼,加一些棚 加一些棚三組的棚在這地方 這個這樣子出來之後裡面就有一些什麼 裡面本身就有棚的濃度 這個棚的濃度你也可以做一些模擬 比如說在成長過程的時候我們看看棚的濃度 剛開始你就這樣拉,然後我們現在已經講是講什麼 講晶錠裡面了,就是固體裡面 這個棚的濃度要怎麼變化,你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你看這個地方都會越來越多,就是所謂的偏溪效應 本來應該在流體裡面它的濃度是均勻的 但是你要把流體變成固體的時候 並不是每一種元素固化的速度都一樣 有些元素固化速度會比較快,有些元素固化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這個時候固化速度比較慢的就會大部分都會排在什麼 留在一個濃湯裡面 所以說那個濃湯裡面的濃度就越來越高 所以長越高的時候它的濃度就越高 然後棚本身在這個固體裡面又會擴散 你就要把一些什麼,就像熱船一樣 大家或許沒有學過直船擴散 你只要有學過熱船就會直船 熱船裡面的熱擴散方程是把它變成質量擴散 把溫度變成質量,變成濃度,幾乎都長得一樣 另外一種是什麼,就是薄末的 剛才講講是講晶圓的 我們就長出晶圓之後,這個晶圓本身就是一個P型或N型的半導體 然後也有薄末就是把它一層一層長在上面 一般的話都是用一些什麼樣,叫做一些化學氣象成績法 它就是怎麼樣,你注入某些東西,然後讓它跟底板的時候 讓它產生化學反應,成績在上面 就是我的底板本身就是一種裡面含有某種特定的元素 然後我氣體住進去的時候,氣象住進去的時候,然後溫度很高 結果它碰觸到底板的時候,跟底板那邊產生某種的化學反應 我就會成績一層固體在上面,這叫氣象成績法 比如說這個晶圓,如果你要做一片的,最簡單就是什麼樣 這個是各種不同方式的,比如說就是這好幾片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底板,然後就打進來 這個時候在你遇到它的時候溫度很高,然後就產生化學反應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講,這個是模擬來做的,就是這樣子 今天這個是流場跟溫度場 這是流場跟溫度場,我從那邊打下來,然後在這個地方往旁邊流 這個打到它,它都往旁邊流 那往旁邊流之後的話,這裡面就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這是一些溫度場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算出說,我到底有多少東西是可以成績在我的基板上面的 這個是各種不同的流場,比如說有的是垂直的打下來,然後讓它碰到它,然後反應 有些是水平的,弄過來,然後也是它在轉,然後讓它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當我們做出那個晶定之後,一般來講這個晶定的話,大部分都是P型或N型 大部分都是P型,如果太陽能來的人就講P型 我們要不要變成P二極體嘛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你就把它切一切之後變成這樣 這個時候用什麼?用什麼?擴散的方法 所以這邊的話又是另外一種研究的重點,怎麼樣把五組的兜坪的摻雜數 把它做進去這個固體裡面,讓它表層產生一個N的東西 這有很多,一般來講的比如說用什麼雷射什麼東西 就是說在這個製程裡面會有另外一個叫擴散製程 就是把另外一個兜坪的東西放進來 這個時候的話,這個裡面就開始有P跟N了 以P型為主,然後再擴散N進去,這樣子的話就有P跟N 這裡面程序很多啦,還有什麼清洗,不拉不拉不拉,有的沒有的 程序很多,但是到最後就變成一個Sale Sale之後就變成一個Module 很多Module變成一個Module,很多Module變成一個Module 所以說一般來講,外面看到就是一個Array,裡面有很多Module Module裡面有很多Sale,大概是這樣子 這就是Sale,Module,Array 所以說到最後你們看到的是說一個Array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基本上它就講說多少錢,然後多少 這東西就是有規格的啦 多少Sale變成一個Module,多少Module變成一個Array都有規格 買回來的時候就裝上去就好了這樣子 剛才講的是一般太陽能的做法 我們說這樣子的太陽能的話,因為是薄末的,多金的,單金的,它的有效率不一 那最多單金的話也是20% 所以現在是說用很多方法,我們用其他的方法來增加它的有效率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叫做集中型的太陽能光伏特的系統 基本上的話,它跟我們等一下講的太陽熱能很像 我把熱集中 所以說你會看到說怎麼樣 看到說基本上這個會有一個大的曲面鏡在這個地方 這個曲面鏡的話會讓它變成一個焦距在這個小的鏡子 這個小的鏡子再讓它直射回來 所以說在這個小的區域裡面,我就有非常強烈的太陽光 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我只需要這個小區域 所以這個小區域的太陽能光電板 我就可以花更多錢來做得更精密一點 之前都是怎麼樣,反正就是一片這樣子 可能大家對成本要求很高 因為這邊要求就是說量少,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更精密 這叫做Concentrated PV,Technology System 就是CPV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說怎麼樣 我就可以把它做很多層 每種不同的層的時候,我就可以針對每個光 因為我們太陽能出來的可見光是最大的 所以基本上我就針對每個光,我做一層來吸收它 不像剛才那個只有一個層 所以我們叫做Mathai Geong-Hun 為什麼叫Mathai Geong-Hun? 就是說基本上它是有很多層的,很多江旋,很多結合處的 然後呢比如說它前面這個地方,這是一個點形的 前面太陽從這邊下來,第一個點形,第一個江旋收藍光 第二個地方收什麼樣?收綠光,第三個是什麼樣?收紅光 我就把這個什麼,把三個光全部都收起來了 當然我們講過說這個做法,它的製程上面當然是比較會費錢 但是呢,也講過說因為那個區域不大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把這個什麼樣?把這個城門給什麼樣?給彌補過來 所以利用這樣子的做法的話,那我們的什麼?有效率就可以增加很多了 所以在這邊講說基本上,它的這種Mathai Geong-Hun的太陽能 它的好處是什麼樣? 如果用這種聚光型的太陽能光電系統的話 它可以用比較貴的Mathai Geong-Hun的那個水耳沒關係 然後它效率比較高 但是呢,世界上沒有那麼完美的事情 還是有很多問題的,比如說什麼?散熱的問題 那個太陽光整個聚過來,你說下面會不會燒壞? 不要說燒壞啦,溫度只要提高的話 你的太陽光電板的效率就變低了 所以下面的散熱就很重要 所以說基本上這個熱的問題要處理 第二個就是說基本上它還是比較需要 因為如果那些光線經過折射或是散熱之後 它就很難就有效聚回來 所以大部分你還是要在直射的地方 不然越接近赤道附近的話,這種效果越好 所以它還是有它的限制存在的 換一下,在部分的地方 如果它有的,它就是東西 那麼遠,如果它有的,它會不會燒壞 不是很多人的,你會不會燒壞 如果不可以燒壞,就是讓它有一個 它會不會燒壞 就是這樣,它會不會燒壞 它會不會燒壞 但是,它會不會燒壞